各位参与2017亚太网络安全高峰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首先感谢主办单位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与这个重要的活动 很不好意思 今天我必须前往澎湖举行一场协作会议 和当地的渔民以及关心生态保育的朋友 针对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的东西级廊道海域进行讨论 所以没办法亲自出席 还请见谅 其次我想要欢迎Facebook Global Head of Safety Antigone Davis代表Facebook第一次正式拜访台湾 Davis的到来不仅显示出Facebook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 也代表台湾在Facebook的全球布局中 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在9月初 我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詹廷一主委 曾经受Facebook邀请 一同前往Facebook位于美国矽谷的总部参访 并且和Vice President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Marketing and Public Policy Elliott Shirage进行座谈 当时詹主委便邀请Facebook 共同来举办这次的高峰会 也立即得到允诺 今天大家能够齐聚一堂 可以说是开花结果 当然Iwin的策划与执行同样至关重要 此外我也想要感谢在座国内外的网络安全专家 业界先进 学界领袖以及儿少代表们 愿意波容出席 分享各自的经验 一起讨论网络治理 以及网络安全防护机制的建立 毕竟网络没有国界 只有在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里 才能够让全世界的朋友们 彼此交流合作实现更好 最后预祝这次的高峰会圆满顺利 大家都能满载而归 谢谢大家